大家好,我同样,最近呢有一个房子从1380一直降一直降,连降三次,现在只要990万泰铢,真的就是底价中底价就是几乎是地价的价钱,因为这个位置呢在淮爱区主路,主路上面有一个71网里拐一拐,然后几乎我们之前卖的几套大的庄园都在这个附近,这些M166影视豪宅白白的那个也是在这个附近,我们最近卖的一块大地4000平方的大地,后价是在1800万泰铢, 也是在这个附近,而今天这一套只要990万占地的话是2100平方哦,真的很大,一来半的地,这个房子的整体设计很可能和我们认知里面的豪宅可能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可是呢这个房子采用的是节能减排的一些节能装置,包括它的泳池也非常的大,旁边有一块很大的地,这块地也很适合我们收下来之后改造成影视豪宅,底子非常的好,如果你是投资客,或者是你是想要建一套属于 自己的豪宅的一个庄园,你想要便宜的价钱,拿到一个熟地,附近都有人,不是特别特别荒的一块地,你一定要看下去这一期 你看它的面宽进来的话,它这边全部破了石子路,右手边的话就是它那块空地 几乎,我看上去差不多有1500个平方吧,然后它这一块因为它是一个八角位,然后右手这边的区域的话是一个超过停,1234台车的一个车库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屋顶啊,还有它的房子的侧边都做太阳能板,这个老外呢,它应该是想要打造一个非常节能减排的一个房子 所以它整个房子做上去的话,成本应该是不高的,因为它的外墙呢,几乎都是采用一个非常轻的一个材质在做 几乎呢,这个价钱的话,你几乎就是买它的一个大的框架和格局,包括它的泳池,这个泳池的挖的也挺深的,差不多1米6和1米6的深度 长度的话大概有一个10米的样子 嗯,又是一个买地送房子的一个 这个房子的结构又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其实你可以把它收下来去做,翻新成一个那种loft的那种民宿也很好 包括你自己把这块地拿下来自己做的话,其实住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我现在进来的感觉是,它是没有开空调的一个状态 因为层高的关系,还是它坐在房顶去做了一些隔热 所以这个房子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凉快的 嗯,这边的话是一个工作间啊,它是一个四房三位的一个格局 那现在这边是一个客厅,客厅加厨房的部分,餐厅厨房 这些大门进来啊,现在因为这个房子呢 现在那个老位在住,所以就会有一点点乱 它四房三位的话,那这是第二个房间 这是第三个房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的厅 那这个厅的话你可以做成一个保姆间 或者是把这边做成一个主卧 所以这是四五四房了 你看他们家的那个洗手间真的很特别 有没有一种工厂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外是不是想说把他们家做成一个工厂的感觉啊 房子呢,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可以住的 嗯,就是需要你搬进来的时候 可能重新的把家具家电给它重新规制一下 那里面的一个层高也很高 价钱是非常便宜了 不到两百万买这么大一块地哦 里面的样子的话就大概是这样 就进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他们家有很多太阳能板 他说以前没有用太阳能板的时候呢 他是花了每个月的电费他不是一万泰铢 那现在用太阳能板再加上用一点电的话 包括泳池啊整个房子的一个空调啊 每个月的月每个月的电费只要三千泰铢 其实还是省了很多的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装置一共花了多少钱买的 整体呢把这些太阳能板装好 然后再加上接这些东西有的没的 一共花了二十多万泰铢 然后每个月电费呢就节省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了 所以他这个老外还是很会算账的 因为其实呢这样的房子 他已经是一个底价的一个价钱 在我外卖了 其实你也不要要求他有多少好的装收 毕竟占地 其实你买这块地的话 就是两千一百平方 一来半的一个价钱 只花了不到两百万人民币 而且他在怀爱又没有说很远 国际学校的话 包括你在这边上学啊 或者是你从这里开车到市中心 大概就二十分钟左右 所以这块地的话是不错的 那他还给你配了一个泳池 包括这个房子的层高也很高 还有很多的一个太阳能节能的一个装置 所以这样的房子拿下来之后 你可以用于很多东西 比如说之前有人会找我们要一些房子去做 比如说挖矿啊 或者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工作的一个区域啊 你这么便宜买到了一个这么大的地 那房子是送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把它收下来的话 几乎它的外墙我们是要重新做过的 然后房子里面的主体是可以留下来的 那外墙的区域层高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专业改房子的人的话 拿下来可能就花一些钱 然后卖到一千六一千八 都是我们之前卖过的价钱 那如果不是改房子 如果你自己拿下来的话 如果你想要捡漏一块地 拿下来比如说周围还是有一些规划的 比如说都是这种大房子 包括后面还有一些小房子 像这个就是新房630的 像这种房子的区域 他们选择下来的话 都是来做开发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拿下来做开发 那这块地反正也不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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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